好 这下我们介绍一下New Bean New Bean就是微软的一个产品 这个Bean就是微软的一个速度引擎 New Bean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了一些 类似于ChatGPT的一个聊天功能 所以说New Bean它可以说和ChatGPT是两个类似的产品 当然现在也叫BeanChat或者说BeanAI 这几个名字应该都是指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是微软的一个智能聊天工具和ChatGPT类似 它使用了GPT4.0的模型 因为它背后也是使用了OpenAI的GPT4.0 现在ChatGPT使用的是3.5的模型 但是New Bean是使用4.0的模型 这是通过他们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公告给出的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整体的回答质量上 感觉还不如ChatGPT的3.5的模型 为什么它可以使用OpenAI的东西呢 因为微软和OpenAI也算是一个合作的两个公司 微软和OpenAI的股东之一 它之前已经给OpenAI投资了100多亿美元 后面会不会再追加这个不知道 所以说OpenAI啊ChatGPT啊 包括GPT模型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烧钱的一个项目 所以人家都做出东西来 这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还有时间还有成本的 好使用上首先是推荐使用这个Edge浏览器 Edge浏览器是微软自家的浏览器 当然你现在用Chrome浏览器 Google浏览器应该也可以 但是呢之前是不行的 之前是必须使用Edge浏览器才可以啊 所以说我一直是使用Edge来去访问这个BeanChat或者NewBean 这个看自己的情况 另外就是一定要使用国际版Bean不是国内版 看一下国内版的Bean呢 比如我们在那搜索一个Bean 有可能会到一个这么一个网址啊 这个 大家看国内版 有可能到国内版 大家看 国内版呢 它是没有这个聊天 或者说这个AI功能的 所以说要到国际版 具体的网址呢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地址啊 就是这个3w.bin.com 用这个地址方便 3w.bin.com 我这儿是用的这个Edge浏览器啊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聊天的这么一个小图标 大家看我书标这个地方 聊天 当然要聊天的话 有可能还需要其他的设置 比如说 你需要设置地区是美国 这个未来不知道会不会有限制啊 反正是我当前的时候 你要设置地区是美国 或者说欧洲的一些地方 就是在这个右上角有一个设置 这个地方有一个国家和地区 设置成美国 然后就上面就有一个聊天的一个小图标 点一下这个图标 然后会进入这个Bean的聊天 这个聊天方式呢 其实跟ChatDVT也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可以说是很相似的 可以说你好 使我一会儿慢啊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用起来了 对吧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两者的区别啊 首先ChatDVT的这个墨领资料库呢 是截止到2021年 应该是2020年9月的 当前是这样的 后面可能会再去升级更新 实效性上 不如Bean 比如说啊 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可以问一下ChatDVT啊 比如说这个 问一个实效性的问题 2022年 NBA总冠军是谁 看他怎么回答 他说不知道 对吧 不知道 好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这个 Bean 2022年 NBA总冠军 感觉会慢一点 但是我之前用的时候 并好像并不比ChatDVT慢啊 好 但是他这个 咱说句题外话 他这个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然后看着反感 感觉他很讨厌我一样 那没问题 就让我滚蛋 微软好像经常干这个活 我记得之前 Windows哪个版本来着 在那说一个笑话 就是 他这个版本呢 有个问题 他会让你这个 提示你回滚到 另外一个 就上一个版本 或者上一个记录上去 回滚嘛 这个英文是rawback 对吧 rawback就是回滚 但是他翻译的时候 是那个 滚回到 就是你滚回到 上一个版本 所以说这个 微软 微软这个语言上 一直是这样 当然这个无所谓 不影响我们的使用 和这个开发 然后 TDVT 它不能实施联网 而Bean呢 是可以的 Bean它是集成了一些 搜索引擎的功能 它是可以实施联网的 所以 看起来呢 Bean全是优劣 对吧 但是 其实使用效果上 感觉 就整体用下来 不如TDVT好 当然 TDVT回答的是 倾向于丰富 Bean呢 回答的是 倾向于简洁 我们可以 简单做个测试啊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prompt 还是写个需求吧 好吧 你是一名资深 产品经理 你是一名资深产品经理 然后 要设计一个博客项目 写需求文档 请列出需求大纲 咱们就简单做一个测试 好吧 博客项目 然后我们到XXPT中做一个测试 好 看他给出的条目啊 每一条都说的非常详细 对吧 优户需求管理啊 优户管理啊 博客发布啊 博客浏览啊 搜索啊 评论互动啊 管理员啊 还有这个 响应式设计需求 这他停止了 大家注意看啊 我们正好演示一下 停止之后呢 你可以点这个按钮 Continue Deneration 就是继续生成 然后还可以去干嘛呢 还可以让他写一个继续 他又继续了 对吧 这是那个响应式的 布局的 对吧 然后安全和隐私 多语言支持 然后可扩展性 还有数据备份和恢复 他类的失调 然后写的内容呢 还是比较多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promise 把这个提问呢 我们放到这个 NUBEAN上 我们去问一下他 对比一下这个效果 你看 是吧 非常简洁 是吧 其实如果说我们做一个产品经理 或者我们做一个开发人员 我们去参考序序的时候 这种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我觉得它只是列了几个大纲和范围而已 你看这个注册登录有什么功能啊 包括这个个人资料该怎么管啊 对吧 这些细节上 它是远远不及这个SGPT 比较更加详细 更加丰富的 对不对 包括这个比如说用户权限啊 如果说你自己不是一个资深的产品经理的话 有可能就想不到这一点 有可能就会疏漏 对吧 虽然说我们都是提的一个同一个问题 对吧 电数徐徐大纲 但是BIN呢 给我们的就感觉简洁很多 然后TISGPT呢 就给我们的一个丰富的很多 如果说你是想提问一些生活中 一些食要性 比较强的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不是那么专业性 比较生活化的问题 我觉得BIN还是非常好的 但如果说你要在用于实际工作中 需要去做一些工作 做一些补充 完善自己的一些工作技巧和内容的话 那TISGPT会更加适合你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项目中 也是以XGPT为主 所以总结一下 Bin的整理会大家会上 我觉得是不如XGPT的 当然要分场景 你如果说就是生活中简单用一下 这个其实分不出来的 还是要回顾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使用上 就是对我们的需求设计开发测试 怎么样去完善 怎么提效上 这个是XGPT是最好 然后越来越选择使用XGPT 然后Bin我们也做一个补充就可以了 这一节能给大家了解一下 两个类似的产品